铅笔一支十四元 哥哥买了十七支 弟弟买了十三支 请问两人共花了多少钱? 这一题一样有两种算法 我们来看看 第一种算法 我先算哥哥买笔花了多少钱 一支十四元 哥哥买了十七支 所以就是十四乘以十七 那么多钱 再来我再算弟弟买笔花了多少钱 一支十四元 弟弟买了十三支 所以弟弟花的钱是一支的钱乘以十三支 十四乘以十三 最后我再把它们合起来 算算看共花了多少钱 哥哥十四乘以十七 加上弟弟十四乘以十三 等于两百三十八 加上一百八十二 等于四百二十元 另外我可以先算算看 两人共买了多少支笔 哥哥十七支 弟弟十三支 加起来 我就知道两人共买了几支笔了 再来 我再算算两人买笔共花的钱 一支是十四元 哥哥总共花了十七支的钱 弟弟花了十三支的钱 两人共买了 十七加十三 所以总共花的钱就是 一支笔的钱十四元 去乘上总共买了几支笔 总共买了十七加十三支 那么多支笔 那算出来就是 十四乘上三十 两人共买了三十支笔 总共是四百二十元 那答案就是四百二十元 经由刚刚的算式 我可以知道 我把十四去乘以十七加十三 跟把十四先乘十七 跟十四先乘十三 再把它们合起来 加在一起的结果 是一样的 那这个也是乘法对加法的分配率 在前一个影片 我们学到 当被乘数是加法 乘数是一个数字的时候 它是有分配率的 但是在这边 我背乘数是一个数字 乘数摆在后面的 用括号刮起来是一个加法 那它一样可以有分配率 我可以把括号拆掉之后 用分配率把它摆出来 那我一样用ABC来代表这三个数字 C乘以括号A加B括号 会等于C乘以A加C乘以B